好了,在這裏我講講,大家可以上網查,這本書我都有講到,怎樣查希臘原文 但大家未學過希臘原文,不要緊要,因為現在有希臘文對英文 如果你懂英文,亦都有對中文的,不過那些就網上沒有,你要買了,你要買書,有得買的 好了,你上網找Greek Interlinear Bible,其中一個是Logos,Logos Apostolic 其實這個Logos Apostolic,這個Web Site,其實有不同的,你上網,在電腦有,在手機有 當你找到的時候,你會見到New Testament,下面有Old Testament 然後你就可以去那一卷書,馬太九章二十二節,就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裡面有幾個字,我在那本書裡都有講到這些字 Farsay,Farsay這個字,Farsay,就是Take Courage,有勇氣 Farsay,Sesokan,就是Social,就是救,拯救 這裡就講到,跟他說,放心,不要怕,有勇敢 這個,他有個原文編號2293 如果大家上網,2293,跟著寫Greek,G-R-E-E-K,就是希臘文 新約就是Greek,舊約就是Hebrew,H-E-B-R-E-W 你在這些聖經裡面,你就會見到新約的,就會有這個編號 接著你上網可以查到它的意思 我下一章就給大家看到了 2293,Farsay,有勇氣,就是to be of good courage 用途就是,I am of good courage,good cheer and bold 就是說,我是有勇氣,有開心,有勇敢 這裡就是鼓勵耶穌跟他說 你勇敢啦,不用怕的,開心啦,不用怕的 有時候有些經文就不一定要查 不過有些字,你不肯定的時候 你可以上網查,知道那個原文的意思 因為不同的譯本,無論它怎樣譯法 都會跟原文有一個距離 所以當你查到一個經文,你想知道原文說什麼 就可以用這個Greek Interlinear 就是希臘文對英文,或者對其他 另一個字就是Social,4982 就是拯救或者醫治,兩個公眾都有 拯救或者醫治 這個就是介紹給大家,你可以查一些經文 因為有些經文是需要去找出到底那個經文是說什麼 就是說你知道它說什麼的時候 你就能夠確定那個經文的意思 就是要不適合你 詞曲名詞文U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